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文哲 现在中老年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 除了跳广场舞就是打麻将了 那么就有人质疑了 打麻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次连美国科学家都发话了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研究团队 分析了近一万多位 45岁及以上居民后发现 更频繁的社会活动 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玩麻将的城市 中老年人不太可能感到沮丧 换句话说就是 打麻将有益于45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的新生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的大脑就和机器一样 搁在那里不用就要生锈 经常运转就很润滑 那些懒于用脑思考的人啊 由于受到信息的刺激比较少 大脑很可能会早摔 而在打麻将的过程中 既需要对局势判断思考 又需要用手上动作的快准狠 这些对慢慢衰退的大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而且平时打个麻将 还能跟牌友们多交流沟通 促进感情 时不时的还能体会一下 胡牌的喜悦 防止抑郁情绪 简直一举多得 更让人吃惊的是 打麻将竟然能唤醒植物人 江西一个叫干雪梅的中年女子 在遭遇车祸后啊 成了毫无知觉的植物人 医生说她活下来的希望 只有万分之一 唤醒的希望更为渺茫 但她的丈夫和其他亲人没有放弃 他们根据干雪梅喜欢打麻将的爱好 每天都在她身边呼唤 雪梅起床打麻将了 三缺一你快来呀 两个月后奇迹终于发生了 干雪梅醒了 当然打麻将也能缓解思维迟缓 长春九十多岁的杨大爷 患上了高血压 三个月来啊 一直卧床不起 思维变得有些迟缓 大年三十的晚上 几个儿女凑成了一桌麻将 老人听到声音后立马来了精神 本来思维就有些僵硬 一旦玩上了麻将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令人震惊的是啊 老人竟然赢多输少 美局结束后 该收多少钱她都算得非常清楚 最后数了数竟然赢了一百五十多元 大麻将啊 益处多多 还能预防老年痴呆 香港几人医院与岭南大学一起合作研究 将一百名老年痴呆症患者分成两组 第一组人啊 每星期打四次麻将 每次打四圈 而另外一组 每星期只打两次麻将 五个月后 较长时间打麻将的那组患者啊 思考力 记忆力和反应速度 远胜过一周只打两次麻将的那组人 看到这里啊 你是不是忍不住想要叫上好友来两把呢 看来啊 以后又有打麻将的理由了 不过提醒大家 麻将好耍 但是啊 要有度 打小麻将 移情 打大麻将就要变成赌博了 舍先违法 要不得哦 好了 今天文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